我已经决定好了 我即便就是死 也要死在白船口 蒲王妃高高在上 坐享荣华富贵 教室人艳羡 但是应该没人知道 这一切都是拿人命换回来的吧 我说错了吗 母亲仔细瞧瞧这吴国公府的期盼 还有你这周身的穿戴 哪一样不是拿大哥的命 挣回来的 靠着献祭亲生骨肉的命 保住自己的荣耀风光 咱们这一家 还真是母慈子孝 门第磊落 叫人羡慕 放肆 你说的什么 我听不懂 我已经找到了福翁 查清楚了哥哥的死因 你还当我什么都不懂 还当我是小孩吗 我知道 你一直怨恨 我和你的父亲把你送到宫中 难道我舍得吗 难道我不心疼吗 记得 你抱着我的腿 哭着求我的时候 我又何尝不心碎 我求过官家 求过皇后娘娘 可都无能为力 你还能让我怎么样 那边是神宫大内 皇权天子 我难道能跟他们争 跟他们斗吗 我 只能认命 只能怪 我们母子 缘分太不 是啊 母子缘分太浅 所以已经逼死一个了 你还打算逼死另外一个吗 我怎么说 也是你的母亲 我让你回变都 是为了救你 我已经决定上战场 跟随徐帅前往白川口 什么 赵小倩 我生你养你 就换来这点情分 为什么 为什么要搭上 整个蒲王府的前程 当年哥哥被人害死 你也是这般无情无义的 你永远只考虑你们 从来没有替我感受过 你知道回变都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汉臣 四头罗王 可你知道 贸然上战场意味着什么吗 我不在乎 至少我能活下来 至少我能活下来 不再任人宰割 这是我最后的生死 我已经决定好了 我即便就是死 也要死在白川口 你也要死在白川口 我已离开 我感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